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博弈论和纳什均衡 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里面 我们说的一直都是双方博弈的例子 纳什定理告诉我们 即使是多人博弈也一定存在纳什均衡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海盗分金币问题 有五个海盗抢了一百枚金币 他们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提方案 首先是一号提方案 然后五个人表决投票超过半数 不包含半数同意这个方案 方案才能通过 否则这个提案的人就会被扔入大海里喂鲨鱼 那么最终金币会如何分配呢 在前几年有一部动画片叫《天行九哥》 里面有一集《三机分金就是海盗分金币问题》的简化版 在这个桥段之中 韩非子去找大将军姬无业筹措军饷 他发现大仗之中除了将军之外 还有三名美女在玩抢金币的游戏 韩非子对三名美女说 咱们不妨玩的更有趣一些吧 规则是抽签决定三个人的顺序 按照顺序进行分金币的提议 如果提议未能获得全体人员半数以上 不包含半数通过 那么提议人将会被处死 在这个游戏规则下 抽到第一名提议的美女非常恐慌 因为她觉得后面两个人为了拿更多的金币 必然会否定自己的提议 然后杀死自己 但是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使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做出几点假设 第一 美女都是聪明的 她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 美女都是理性的 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第三 美女都是邪恶的 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尽量多杀人 在这样的假定下 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 假设抽签之后 按照顺序 三个美女分别是A B C 我们假设A的提议没有被通过 那么A就会被杀 只剩下B和C两个人 此时 无论B提出什么建议 C都可以反对 这样提案就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人支持 B将会被杀死 C不光可以拿到全部的金币 还可以杀掉两个人 C获得的利益最大 美女B知道以上的结果 所以B的策略是绝对不能让A死掉 转而会支持A的一切建议 美女A当然会预判出B的预判 有了B的支持 再加上A自己 A的任何提议都会通过 所以美女A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出方案 自己拿100枚金币 而B和C什么都没有 对人看起来 这个分配方案对B很不友好 但是B为了活命 还是会支持A 此时C反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终A拿到了全部的金币 而B和C什么都拿不到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四个人玩这个游戏 结果又是如何呢 如果大将军姬无业也要玩这个游戏 并且将军第一个提议 他会预判出三个美女的预判 他知道 如果自己的提议未被通过 那么美女A就会分走全部的金币 而美女B和C什么都拿不到 他还知道 要想让自己的提案通过 除了自己之外 还需要拉拢两个人 显然拉拢B和C更好 因为如果自己死掉了 B和C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只要自己提议给B和C 每人一枚金币 B和C就一定会支持自己 所以大将军的提议会是 自己拿98枚金币 美女B和美女C更拿一枚 而美女A什么都没有 大将军的提议一定会获得B和C的支持 A反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人可能会想 三个美女为什么不联合起来 否定大将军的提案 相约处死大将军之后平分100枚金币呢 的确按照规则 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大将军的提案被否定之后 大将军被处死了 就轮到美女A提案了 这时就面临一个问题 美女A会不会反悔呢 假如将军死了 美女A反悔了 提议自己拿100个 那B和C不还是什么也拿不到吗 当然了 美女B和美女C 此时也可以联合起来 把反悔的美女A干掉 然后约定每人拿50枚金币 但是如果A死掉了 C又会不会反悔呢 如果C反悔了 那B就一定会死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 又是邪恶的 他们不会相信其他人的承诺 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所以大将军最初提议的分配关系 才会通过 这就是纳什均衡 现在你应该知道 五个海盗分金币的问题 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吧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同学们自己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将军就好像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他具有先手优势 因此可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美女B和美女C属于底层员工 他们比较安全 但是收益很少 不过大将军特别喜欢拉拢美女B和美女C 就好像很多公司的老板 都对底层员工特别照顾 总是施以小恩小惠一样 因为他们是最好拉拢的 但是美女A的位置很尴尬 他既没有先手优势 也不属于大老板拉拢的对象 他要获得最大利益 就必须干掉大将军自己成为先手 所以历史上陈士军 军杀陈的现象屡见不鲜 例如汉朝初期 刘邦封了八个异性王 后来他和吕后杀了七个 朱元璋靠兄弟打天下 开国之后大肆杀戮全臣 包括胡威雍 李善长 蓝玉等人 总共诛杀的高官达数万人 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美国在二战之后 全力扶持日本对抗苏联 现在又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都是这个道理 美国人忘了二战时 日本偷袭珍珠港了吗 北约忘了华沙公约组织 给自己造成的阴影了吗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国际关系本质上不过是利益博弈而已 俄罗斯明明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还非要对乌克兰动物和北约撕破脸 其实也是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国际关系太复杂 再说下去恐怕节目就不能播出了 我们还是说回到数学吧 通过海盗分金币问题 我们能够看出 无论博弈的人有多少 只要规则是固定的 策略是有限的 那么大家最终一定会走向一种平衡解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 只要每个人都足够的聪明和理性 就没有人会破坏这种平衡 否则就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这就是多人博弈的纳实均衡 关注我 听我继续漫谈博弈论